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胖边边在美国 我是最东美国社会的房产经济边边 我是最东美国房产的学务师小胖 对大家看看身后 今天又是新房子的一期 因为我们从上期开始就给大家拍 尔湾卫星城 然后也是masterplan 就是在OC的一个另一个 很大开发的 也是长远开发 像尔湾一样十年期的一个城市 叫rental mission viejo 没错 那我们很多客人要买150万以下的single house 然后还要大 还要有占地 然后还需要学区好 那rental mission viejo 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是的 那我们今天要拍的这个是大力花盘 没错 它的建商叫tru mark 今天拍的户型是2570尺 很大 然后它是四房三位 然后价格是140 目前是138万 对而且四房也可以都变成五房 大家看看其实入住率都蛮高的 但是入住了以后 就是入住的大部分人群都是老外 就是我们的亚裔比较少 但是我们有些我们的华人朋友 在这边买投资房 投资房请翻看我们之前几期 就是一百零几万的single house 但是这我们拍的大力花 就比较适合自住 对因为它里面比较大 比较宽敞 比较舒服 比较漂亮 对那今天我们来看看二户型 等视频结束 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优缺点 和介绍一下物业费和地税 走 好 那我们现在来了它大力花 在Rancho Michio Viejo这个盘 二户型 大家可以看前脸非常的宽敞 因为它这边都是比较大的户型 这个户型是2570尺 四房三位 门口如果你选到编户的话 前院会非常的宽敞 进门之前你有一个小小的回廊 这也是比较英式风格的 而且它的外观也比较现代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外观 对吧 而且它的前院也比较长 而且如果选到编户 再摆一把小椅子还挺舒服的 是的 然后这边种排花 对吧 我们进去看看 那我们现在进到了大力花二户型的里面 进来之后呢 给我的第一感觉非常的好 进来之后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式的入户区 这边呢是一个两转的上二楼的楼梯 右手边呢是一楼的客房和公用卫生间 再往里走是非常开放非常漂亮的公共区域 首先进来之后看到的是它的用餐区域 这个设计呢可能不符合我的审美标准 但是会有很多的客户会喜欢 再往里走是它的厨房 另外一边是它的客厅 我觉得这个用餐区域其实还可以 因为其实我 咱们俩就是搭档久了 我特别了解你吧 我一看这个厨房 我觉得就不是你喜欢的 这个用餐对吧 因为第一呢 我觉得第一它是进门之后 首先到用餐区域 这是我不太喜欢的 第二呢 它在比较中间的位置 不靠门不靠窗 所以我会比较排斥 那你会怎么布置呢 那我可能把它 我会放到窗外去 这个卡里方便 我就用那边了 那你刮风下雨怎么办呢 刮风下雨 加州刮风下雨很少的 然后我们看看它的 你看今年有多少 你真的是 今年的天气 真的是很奇怪 往年可能加州也就是 一共也就是三十天六十天的雨 今年阴天雨下它特多 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有相同的体验 不如果是我怎么办 我们之前跟人说过了 我就装一圈玻璃门 然后我把餐厅放外面 然后我把早餐在这里吃 然后这个就可以变成一个开放空间 想干什么都可以 是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厨房区域 这个房子的2570尺 厨房算是比较宽敞 比较大的 可以看到这边一溜是你的做饭的区域 中导也非常的大 这边还有一溜 你可以放小家电 对啊 而且中导做早餐台特别舒服 虽然我不喜欢这个餐厅的 但是餐厅还是带了一个窗呢 然后再往里走呢 是它的客厅区域 这个客厅区域呢 因为2500尺的房子 显得非常的宽敞 同时呢 建商在布置的时候 估计是因为太大了 这边还流了一溜出来 没有把这个沙发顶着墙放 如果放的话会显得特别空旷 对我是觉得很舒服 因为它窗也大 对 而且呢 这个格局我自己蛮喜欢的 没错 因为它虽然是开放空间 但是划分的很好 而且就是厨房这块直接推拉门 去院子 而且那一块如果你赶上餐厅的话 就特方便 做完饭直接端出去 那一楼的公共区域看完了 我们去看一看它的客卧和公共用的卫生间 首先呢 这个方位呢 是进门之后 左手边 跟公共区域呢 分割的很开 所以这边呢 互相不会打扰 首先会路过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 公用卫生间 以及有淋浴啊 然后再往里走呢 是它的客卧 这个客卧呢 我看是一个比较中等偏上大小的一个客卧 并且呢 它三面墙呢 都有窗户 所以这个客卧呢 采光非常的舒服 坐上办公室 或者坐上健身房 都是非常的好 对 如果是我 我很喜欢这个客卧的位置 因为你记得有的客卧 就要通过 穿过公共区域 对 这个就没有 就很私密 我自己是很喜欢宜进门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走廊 就不会打扰 万一客厅有人 就是唱歌啊 玩啊 也不会打扰到这儿的休息 是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户外区域 这边的占地 通常在四千到五千尺 平均的话 大概是一个四千二到四千五的样子 出来之后 首先是一个加州房 非常的实用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把它用作这个 用餐区域 然后往外走的话 如果说你买一个标准的尺寸的地块的话 你的墙围墙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 对 其实我是觉得啊 如果让我花多钱买这一块 我是不会买的 就是因为它是个坡嘛 对 但是 但是有个私密性好 对 要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盘呢 目前还剩下不多的带井地块 如果是带井的话 这边看出去的话 就非常的空旷 对 如果买带井地块的话 也加不了多少钱 如果大家想买的话 只剩三个了 就赶快找我们去来排队 没错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二楼 二楼呢 值得一提的是 进门区域的这个挑高空间呢 因为做了很多的窗户 然后这个户型的一楼呢 也有很多的窗户 所以这个户型 即使选到朝向不太好的地块 它受到这个方向影响的采光呢 也会比较少 所以这个户型呢 就是对这个朝向的限制可以放开 然后上来之后呢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loft区域 这个loft区域 对我来说如果是一个两千五百尺的房子呢 loft稍微小了一点点 我觉得其实还好 而且我特别喜欢这儿 我要有孩子 我就让他对着这儿看书 因为光线还好 对对对对 光线是很好的 然后我还能看到他 对 然后通过这个走廊呢 去到主卧 去主卧之前呢 会路过一个洗衣房 然后是去客卧的 主卧的门口呢 有一个小小的储物间 可以放一些毛巾啊 什么的东西 往里走 然后呢 首先路过 主卧里面 首先呢 是经过衣柜 然后是储卫生间 等一下 你在衣柜这儿 首先它衣橱很大 你往里走走 第二呢 你知道吗 现在越来越多的客人 他不喜欢 衣橱在洗手间里面 对对对 因为他觉得分开的 这是分开的 对吧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没有窗 但是他只要不在洗手间里面 就还好 对对对 对吧 对 然后我们来到呢 是主卧区域 这个主卧呢 是非常宽敞的一个主卧 大家看一个king size 两边放一个大号的床头柜 还有空间 然后深度呢 也非常的好 对 你想啊 如果大家买到带井的 那这么宽 这么大的窗 对 看外面的井 应该很漂亮 是的 而且这个件上 我发现 它的户型的窗户 都非常的大 主卧身间进来之后呢 首先左手边 是它的一个梳妆台 女主用的 然后右手边呢 分别在两端 有两个水池 男主和女主的洗手台 中间部分呢 一边是浴缸 一边是淋浴区域 我觉得这个设计呢 还是蛮合理的 对 我一进这个卫生间 我觉得肯定是你喜欢的 首先有这种 你喜欢的浴缸 还有这种宽敞的淋浴 双洗手台 还有梳妆台 就是值得浪费 也好 你不喜欢吗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浪费 这个空间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你就是双重标准 昨天你那个大眼睛说人 二人洗手间浪费 好好好 最后我们再去看一看 它的客卧二楼的 客卧呢 是通过一个走道 进到它的客卧里面去 首先会路过一个共用的卫生间 比较标准 然后呢 进来之后是两个客卧 一个是临阶的 一个是不临阶的 临阶的这个呢 大小只能说是一个标准大小 目前是作为了一个健身房来使用 我发现它家客卧有一个特点 这都是对着的 就是客卧门对门 你看一户型也是这样 二户型也是 你看二户型就是对着的 那二户型这边呢 是挨着主卧的卫生间 对 就稍微可能隔离的不是那么好 对没有像 咱们之前拍那个小户型 你都用Loft完全隔离开 对我也是这样看 就是如果是大的话 其实应该是隔离开的 但是如果这样的好处是 如果是小孩在这 有什么动静 父母也可以看得到 听见 对 好了那我们看完这个大力花的二户型 首先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对对你总结一下 二户型呢再提醒一下大家 它是2570尺 然后站室内呢是四个房间 三个卫生间 对 价格目前是138万 这边的物业费是255块钱 地税大概要到1.8 1.9的样子 还蛮高的 缺点呢就是它的 手机借车费稍微高了一些 但是呢优点呢就是价格真的划算 136万 38万就可以买到这么大的房子 四房 而且呢现在还有带井的地块 整个这个房子25型啊 优点呢不用说了 我们拍的时候我都说过了 优点就是格局我觉得都很好 窗户大 对窗户大 16卧室可以买带井地块 你就说缺点你不喜欢哪 我不喜欢哪啊 我就是有点不喜欢那个客房跟主卧太近 我就有点不喜欢这个 但是如果是建筑上的你没法说 建筑上那我还希望有大条高呢 可是可是可是这个地不行啊 地不允许 没错 对吧 那如果说您适合自己的家庭 我觉得二户型140万以下的single house 里尔湾只有20多分钟 是的 我是觉得非常可以了 那我说一下 我有两点不太喜欢的 第一呢就是大家看这后面那个灶台 这边这个灶台 这个灶台我觉得对一个2500尺的房子来说 稍微小了一点 那灶台可以改啊 你可以升级啊 好好好 然后第二点呢是他所有的二楼的客户呢 对对对对 没有自己的卫生间 要共用 对于一个大房子来说 我觉得这个是个缺点 他家其实一户型也是这样的 对 一户型这个bug也在这 是的 我们不能再说了 人家房间里有监控 因为街上不让我们拍了 没错 那好吧 对总体来讲 我觉得是值得买的 因为你不能如果什么都要 耳湾什么都要 你耳湾这样的得多少钱 250万 那要的要的 对吧 然后便宜100万 那还要那还要啥呢 对吧 是是是 那就期待我们下期的三个节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